间谍世家 野园一家 在英国的某个乡村小镇上 住着名为野园的叶家人 这个家族的男主人 叫做广志大卫野园 他的妻子是美牙耶丽莎白野园 他们夫妻俩跟可爱的孩子们 以及一只爱犬在这里生活 长女叫小葵玛丽野园 爱犬叫小白棉花糖 还有这个是长男 孝心 依恩 叶园 好硬哦 这些人 我是说这家人虽然看不出来 却是传承了三百年的间谍世家 瞄转 谢谢你 今天也装饰得很漂亮哦 早餐前的运动了 真的是在早餐前呢 广志是个射击高手 拥有百发百中的高超技术 另外 美牙则精通易容变装术 妈妈妈妈 再变成娜娜子姐姐吧 一大早 没关系 没关系嘛 小心 你好吗 很好很好 妈妈不要再变回来了好吗 你说什么 不要跑 长男小心 好跑的速度特别的快 另外 小葵擅长的是 小葵 睡醒了吗 那今天再继续念给我听好吗 解读密码 不管多么难解的密码 小葵只要一看 就可以马上破解出来 太好了 但是 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听懂小葵所说的话 真是太可惜了 演员一家人 为了等待国家谍报机关 KSK对他们下达指令的那一天 日以继业锻炼着间谍技巧 你还要上整个飞机头 超巨蛋小饼盖呢 你还差得远呢 小鑫 爸爸好坏哦 不能一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马上扑过去哦 那很可能是敌人布下的陷阱啊 说的也是 我一时舒服了 是疏忽了 可以这么说 记住 间谍绝对不容许失败 失败就等于是死亡的意思 间谍的失败就是酸辣人生 你还真会闲扯 那就给我小饼干吧 不行 记住 小心 我们演员世家 可是从国家的谍报机关KSK 哦 从那个AKB 是KSK啦 这个 哦 这 这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噓 也许有人躲在某个地方偷听 来 跟我来 好痛 喂 好开心哦 爸爸 再来一次吧 我不要 用到这个房间的日子终于来了 明明的房间对吧 对 全都是买买的东西 可恶 美牙怎么把这里当成仓库来堆东西了 早安 演员先生 关于本次的指令 这是第一次吧 你们必须揭开美牙一类伤癌云的真面目 啊 美牙的 难道妈妈的真面目不是现在的样子吗 呃 是啊 我都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啊 那么 都不知道是 可是 为什么要揭开美牙的真面目 你们不想看吗 想看 依照惯例 都说了 这是第一次了 依照惯例 万一 你不是喜欢吃蛋白的小星被抓到的话 与当局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知道我喜欢吃蛋白的事 什么 另外 这台光铁机并不具备使用完后自动销毁的技术 请依照居住地区的垃圾分类规定自行处理 这可人物垃圾吗 那是什么 从美牙的同学那里借来的照片 这个里面 有学生时代的美牙的照片哦 这么快哦 这样把白金解决了吗 嗯 有一个人都没有拍到脸呢 那个就是美牙了 看来要揭开她的真面目 没有这么容易了 就 就是说啊 趁她洗脸的时候 或许可以看清她的真面目也说不定 嗯 嗯 啊 清爽多了 哎 不轻易露出真面目啊 既然如此 正好等她睡着了 开始 你在干什么了 小夕 不管妈妈从怎样你都不跟她离婚吗 当然不会啊 但是真心话呢 可你要考虑一下吧 不要叫我说了 开始咯 爸爸 果然 什么嘛 妈妈的脸果然就是这样啊 是啊 立刻向司令部报告我吧 哦 嗯 啊 啊 啊 怎么了吗 啊 啊 啊 他脸上还戴着面具吗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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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哎呀 搞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住手 这就是妈妈真正的样子 不要再继续了啦 哎呀 哎呀 哦 哦 到底戴了多少面具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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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间谍也好 不是间谍也好 我的素颜 不给任何人看 就算是自己的老公跟小孩也是一样 开玩笑的啦 没事吧 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吗 哦 对不起了 谁叫你们两个要做奇怪的事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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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